魔道祖师 第八章 草木 四 作者莫香同秀 精灵等人心中喷喷地直跳 生怕魏无羡向外溃探时 突然之间遭遇到什么不测 捂着眼睛倒下来 只听得魏无羡啊的一声 众少年的心奇奇地往上一提 毛发都竖了起来 魏无羡转过头 小声又小声地说道 噓 不要说话 我在看他 精灵则把声音压得比魏无羡还要小 那你看到了什么 门外是什么东西 魏无羡不挪开目光 也不正面回答道 嗯 厉害 好厉害啊 他侧脸的神色满是欣喜 赞美和惊叹似乎都是发自内心的 引得一众世家弟子心里的好奇迅速地压过了紧张 蓝丝追忍不住问道 莫公子 什么好厉害 噓 哎呀 真好看 噓噓 你们小声点 别把他吓跑了 我可还没看够呢 精灵道 让开 我要看 我也要 魏无羡道 你们真的要看 哦 嗯 魏无羡慢慢吞吞地让开了身子 似乎很不情愿 精灵第一个凑了过去 对准那条细细的木缝向外看去 此时入夜已深 夜间偏冷 意诚中的妖物竟然消散了不少 居然能勉强看清几帐外的街道了 精灵瞅了一会儿 没瞅见那个好厉害真好看的东西 有点失望 心道 难道我刚才开口说话把他吓跑了吗 正觉得没劲 突然 一个瘦小干憋的身影 挡在了木缝之前 猝不及防间 就把这个东西的全貌给看了个正着 精灵觉得 整片头皮都给炸了 他险些大叫出声 但不知怎么的 一股劲儿愣是憋在胸口 给生生地憋住了 他僵硬地维持着弯腰的姿势 等着头上的那阵马杆过去 忍不住看向魏无羡 只见这个可恶的家伙靠着窗板 站在一旁 勾起一边的嘴角 对他挑了挑眉 鬼笑道 是不是很好看呢 精灵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心知他是故意做弄人 咬牙切直道 嗯 勉强吧 他心念一转 支起了身子 似乎满不在乎的道 嗯 不过也就这样了 勉强看看罢了 说完之后 他便退开到一旁 等待下一个上当的人 被这两人一前一后 于糊弄 剩下的其他人 好奇心也被引到了巅峰 兰斯追按捺不住 也站在这个位置 弯下了腰 刚把眼睛凑过去 他便很诚实地 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跳了回去 满脸受到惊吓得无措 晕头转向地找了两圈 这才找到魏无羡 向他控诉道 莫公子 外面有个 有个 魏无羡一脸了然地道 有个那个是吧 不必说出来 说出来就没惊喜了 让大家自己去看 其他人见蓝丝追背 吓成这样 哪还敢凑上去 什么惊喜 惊吓才对吧 连连摆手 不看了 我们不看了 精灵催倒 这个时候还玩骗人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魏无羡道 你不是也一起被骗了吗 不要学你舅舅的口气 哎 四追 刚才那个东西 吓人吗 蓝丝追点点头 老实道 吓人 魏无羡道 吓人那就对了 这是你们修行的大好机会 鬼为什么要吓人 因为人在被吓的时候 心神受窗 猿神击倒 这个时候 最容易被吸走 阳气和命气 所以 鬼这种东西 最害怕就是胆子大的人 因为胆大之徒 不害怕他呀 那他就拿他没辙了 无机可乘 所以身为世家弟子 头一样药物 就是要让自己的胆子变大 蓝锦仪一边庆幸 自己不能动 刚才没有凑过去看 一边嘟弄道 胆子这种东西是天生的 有的人就是胆小 有什么办法 魏无羡道 那你天生就会飞天欲见吗 这都不是练着练着才会的嘛 同样的道理 多下几次那也就习惯了 毛测臭吧 恶心吗 但是我相信 你在毛测里边住一个月 饭你都能在那吃 众少年毛骨悚然 异口同声地拒绝道 不能 不信 魏无羡道 哎呀 这只是打个比方嘛 好吧 我承认 我是没住过 我也不知道 真的能不能吃得下去 我信口死黄了 但是门外的那个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 不光要看 而且还要看得仔细 注意它的细节 在最短的时间内 从细节里挖掘出 它可能隐藏的弱点 这样才能临危不乱 寻找反击的机会 好了 我说了那么多 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一般人我可不会这么知道的 要珍惜啊 不要退了 都过来过来排队排队 一个一个的好好看 啊 真的要看哦 当然了 本人从不开玩笑 也从不戏弄人 就从锦衣开始吧 反正精灵和私追都看过了 啊 我就不用了吧 中了尸毒的人不能动 这是你说的 伸舌头 啊 哦 嘿嘿 恭喜你 毒已经解了 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吧 过来 这么快就解了 骗我的吧 抗议无效 他只得硬着头皮走到窗前 看一眼 别一眼 看一眼 别一眼 魏无羡敲目板道 哎 你怕什么 我在这里 他不敢突破这块板子的 不会把你的眼珠吃了 哦 嗯 我看完了 接着轮到下一个 每个人看的时候 嘴里都发出嘶嘶的吸气声 等一圈人轮了一遍 魏无羡道 看完了 那你们每个人来说说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细节 我们来总结一下 精灵抢仙道 白铜 女的 很瘦 很矮 长得还行 对了 拿着一根猪肝 蓝丝锥 回忆了一下道 这个女的大概到我的胸口 衣衫褴褛 并且不太整洁 像是街头的流浪起干的打扮 那个猪肝 似乎就是一根盲杖 可能是 白铜并非死后才形成的 而是她生前就是这副模样 对 她生前是一位 盲人 嗯 精灵看得多 但是 撕锥看得细 精灵撇了撇嘴 一名少年道 这女孩可能只有十五六岁 瓜子脸 很清秀 清秀之中 还有一股活力 用一根木簪子别着头发 虽然瘦小 但是体态纤细 嗯 整洁是不太整洁 但也不能说脏 嗯 绝对不讨人厌 魏无羡一听 当时觉得此子前途无量 大力赞赏道 嗯 不操不操 观察细致而且落点独特 这位小朋友啊 你将来一定是个情者 那名少年脸马上就红了 捂着脸转向墙壁 不去理会同伴的嬉笑 又一名少年道 看来那竹竿敲地的声音 就是他在行走的时候发出来的 如果生前已经瞎了 死后化为鬼魂 也会是看不到的 所以他必须依靠那根盲杖 又一名少年道 可是 瞎子你们都看过吧 因为眼睛不方便 行动和走路都是慢悠悠的 生怕撞到什么 但门外那只鬼 他行动非常迅速 嗯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灵活的瞎子 魏无羡笑道 嗯 你们想到这一点 很好 就是应该这样分析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那么我们现在把他请进来 弄清楚这些疑点 好不好啊 说完 他便拆下了一块门板 不光屋内的少年们 连窗外的那只阴魂 都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 戒备地举起了竹竿 魏无羡站在窗前 礼貌地道 这位姑娘 你一直跟着我们 究竟想干什么呀 那名少女瞪大了眼睛 他若是个活人 这副模样必定是俏丽无比 然而 他没有眼珠子 如此看来 只会让人倍感争拟 更何况 还有两道血泪 从他的眼眶里流出 身后又有人滴滴地抽气 魏无羡道 怕什么 七窍流血的 以后见得多了 二窍你们就受不了了 果然是历练太少 那名少女此前一直是焦躁地在他们窗前打转 用竹竿敲地 跺脚 瞪眼 以及挥舞着手臂 但现在 却突然改变了动作 连笔带话 像是要告诉他们什么似的 精灵道 奇怪 他不能说话吗 闻言 那少女的鬼魂顿了的动作 冲他们张开了嘴 鲜血从空无一物的口腔里涌了出来 他的舌头已被连根拔去 世家子弟们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又不约而同的心生同情 难怪无法开口说话 又忙又哑的 真可怜 魏无羡道 他比划的手语 你们谁懂啊 并没有人懂 那少女急得是直跺脚 用竹竿在地上写写画画 可是很明显 他不识字 因为他根本就写不出东西来 而是乱七八糟地画了一堆小人 叫人完全摸不清楚 他究竟想表达什么 正在此时 长街的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奔跑声 还有人的喘息之声 魏无羡只挪了一下目光 那名少女的阴魂便突然就消失了 反正他应该还会再找上门来的吧 魏无羡并不担心 迅速插回了门板 继续从门缝里向外窥探着 其他的世家子弟们 也想看看外面的情况如何 都挤到了前面 一排脑袋从最上方一直跌到最下方 用视线堵住了门缝 方才妖物稀薄了一阵 此刻又逐渐地浓了起来 只见一道狼狈的身影 从白雾中破出 奔了过来 此人一袭黑衣 似乎受了伤 跑起来微微跌跌撞撞 腰间悬了把剑 也是用黑布遮着 魏无羡想到了那名雾面人 可玄机否定 因为那雾面人的身法 和这人完全不同 那人身后 跟着一群走尸 行动极快 立即追上了他 此人拔剑迎战 剑光清亮 魏无羡心中喝彩 好剑 可是一剑扫过 斩断这些走尸的同时 又是一针熟悉的 啵啵啵啵啵的怪象 数据走尸喷出的红黑色粉末 使那人被包围着无处闪避 他只得站在原地 被铺天盖地的尸粉 扑了一头一脸 蓝丝追低声道 莫公子 这个人 我们 这时 又一群新的走尸围了过去 将那人包抄了起来 越缩越行 他又是一剑扫出 爆出了更多的尸粉 他自然也吸入了更多 渐渐的 似乎开始站不稳了 魏无羡道 这个人得救 说不定他知道一成的底细 精灵道 你要怎么救 现在不能过去 满天都飘着尸毒粉 靠近就中毒 魏无羡离开了窗子 走到了堂屋内部 一群少年也不由自主地目光 跟着他转了过去 一群滋容各异的指人 静静地站在两个大花圈的中间 魏无羡从他们面前 慢慢地走过 停在了一对女指人的面前 每个指人的相貌都不同 而这一对 似乎特地做成了孪生姐妹 妆容 服饰 五官面貌 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眼眉弯弯 面带笑容 仿佛还能听到他们发出 吱吱咯咯的欢声笑语 头书双环 坠着红珠耳坠 腕上戴着金串 足上蹬着绣花鞋 十足的大富人家的侍女 魏无羡道 就这两位吧 他顺手在一名少年 出窍三分的配件上 轻轻一抹 在拇指 拉出了一道伤口 转身给指人 点上了两对眼睛 四只眼珠 随后 他往后退了一步 微微一笑道 媚眼含羞和 单纯竹笑开 不问善与恶 点睛招降来 一阵不知何处挂来的阴风 陡然之间灌满了整个店铺 众少年不由自主地 抓紧了手里的配件 突然 那对软身姐妹指人 浑身猛的一颤 下一刻 真的就有吱吱咯咯的笑声 从他们涂得鲜红的嘴唇里 飘了出来 点睛招降树 仿佛看到听到了什么 极其好笑的事情 这一对指人笑得是花枝乱颤 同时 那对用鲜活人血点上的眼珠子 在眼眶里咕噜噜地打转 这画面真是娇媚至极 也阴森至极 魏无羡站在他们面前 浅浅地合手 低头向他们行了个礼 礼上往来 那对指人也对他欠了欠身子 还了个更大的礼 魏无羡指向门外道 把活人带进来 除此之外 全灭不留 指人们的口中传出尖锐高亢的笑声 一阵阴风袭来 大门猛地朝两边掀开 两只指人并肩掠了出去 掠进了那群走失的包围圈 难以想象 分明是指张制成的假人 竟有如此的凶悍杀伤之力 他们踩着精细的绣花鞋 轻轻地挥着袖子 可这一挥就削下了一只走失的胳膊 再一挥又削去了半个脑袋 指绣仿佛化成了锋利的刀片 那娇媚的笑声 始终回荡在整条长街上 令人心神荡漾 又毛骨悚然 不多时 十五六具走失 竟然被这一对指人 全都削成了拼不起来 滚落满地的尸块 两名指示女大获全胜 服从命令 将那名已经力不从心的逃亡者 提进了门来 然后 他们再往门外一跳 大门便自动关上来 而他们 却一左一右 仿佛镇殿雄尸般地 镇守在了门外 从前这些世家弟子 只在书本和前辈的口中 听到这些歪门邪道的描述 当时只是觉得不理解 既然已经是歪门邪道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学 为什么仪灵老祖 还有那么多的效仿者 而此刻亲眼得见 他们才知道 这歪门邪道 有人去学 是因为其自有吸引人的神奇之处 更况且 这点睛招将术 还只是其冰山一角 因此大多数人脸上 都抑制不住兴奋之色 觉得大增了见识 回去又有和同门的新谈资了 只有精灵的脸色 十分难看 蓝丝追过去 要帮助魏无羡夫人 魏无羡道 都别过来 当心沾到了湿毒粉 透过皮肤也能中毒的 那人被指人拎了进来 似乎已经没有力气 半昏半醒 现在总算是清醒了一点 咳嗽了几声 似乎是担心咳出尸毒粉 感染到其他人 便捂住了嘴 他低声道 你们 是什么人 这声音极其的疲惫 问这句话 并非只是因为 不知救他的是何人 更是因为 他看不见 这个人的眼睛上 缠了厚厚的一圈白色绷带 应该是个瞎子 而且 还是个生得很好看的瞎子 鼻梁秀挺 薄唇露出浅浅的红色 几乎可以说是俊强 十分年轻 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 不免叫人惋惜 魏无羡心道 怎么最近遇到这么多瞎子 听到的 看到的 活的 还有死的 忽然精灵道 这个人 我们还不知道他的身份 是敌是友 为什么要贸然救他 万一他是个恶人 岂不是救了一条蛇进来 话 没有错 但是他当着人的面这么说 这就有点尴尬了 可那个人居然也不生气 更不担心会被扔出去 微微一笑 露出一对小小的虎牙道 小公子说得极对 我 还是出去比较好 精灵没有料到 他会是这个反应 倒是愣了愣 不知道该说什么 胡乱的哼了一声 蓝丝锥赶忙出来打圆场 可是 这位 也 也有可能不是恶人啊 精灵死鸭子嘴硬 行 你们都是好人 舍了谁 到时候可别怪我啊 蓝锦仪气道 你这人 可话还没说完 他的舌头就打了结 因为 他忽然看到那个人 倚在桌边的配件 缠在剑上的黑布 滑落了半截 露出了剑身 这把剑的锻造工艺 十分高潮 剑翘青铜色 上面雕刻着 镂空的双花纹路 透过镂空花纹 露出的剑身 一如银星 闪烁着雪花形的光彩 有一种冰清玉洁 又璀璨明亮的美丽 蓝锦仪睁大了眼睛 似乎有什么话脱口而出 魏无羡 虽然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本能地觉得 不要让他打草惊蛇 而且这个人 既然又黑布遮住了剑 那必然是不想让人看到 一伸手 捂住了蓝锦仪的嘴 同时把食指放到嘴唇前 示意其他面露惊讶之色的少年 也不要出声 精灵用口型对他说了两个字 然后伸手在落满灰尘的桌面上 写下 双华 双华剑 魏无羡的口型无疑是问道 这是小星辰的双华剑 精灵等人一起点头 这些少年虽然没有见过小星辰本人 但双华是难得的名剑 非但伶俐强盛 而且外形美观别致 曾经被汇入无数版的仙剑图和名剑谱 是人耳熟能详 魏无羡思索 如果配剑是双华 而且又是瞎子 一名少年也想到了这个 不由自主地用手去碰那个人眼上缠的绷带 想把它拆下来 看看这个人眼睛到底在不在 可他的手刚刚碰到那片绷带 对方的脸上就流出极为痛苦的表情 不易察觉地向后缩了缩 似乎很害怕别人碰到他的眼睛 那名少年自觉失态 连忙收回了手道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那人举起右手 手上戴着一只黑色的薄手套 想遮住眼睛却又不敢触碰 恐怕是轻轻一触就疼得无法忍受 讹上已经清出了一层薄汗 他勉强道 没事 声音又在微微发抖 种种表现几乎已经可以确定 此人就是岳阳尝试一案后失踪的小星辰 小星辰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被识破 摸索着去拿他的双划 魏无羡眼急手快地 把划下来的黑布拉了上去 他摸到双划 点头道 多谢香酒 在下先走一步了 你中了尸毒 留下来吧 很严重吗 很严重 很严重的话 又何必留下来呢 反正都已经无药可救了 不如 趁我还没有诗话 多去杀几只走尸 听他将生死置之度外 蓝锦衣热血上涌道 谁说无药可救 你留下来 他会治好你的 我 抱歉 你是说我吗 魏无羡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意思说 中毒太神 吸了太多的湿毒粉 糯米粥已经是不管用了 我已经在这座城里 杀了不少的走势 他们一直跟着我 待会儿 还会有新的一批过来 我留下来的话 你们迟早会被湿群淹没的 阁下知不知道 把一城变成这样的是谁 不知道 我只是一名云游道 云游至此的人 得知此地有一响 便入城夜裂 可谁知道 城中活尸走势的数量之多 能力之强 这些你们都尚未领教过 被斩杀之后 他们的身上又会爆出湿毒粉 沾身即中毒 可若不斩杀 他们便会扑上来撕药 一药会中毒 这些走势行动敏捷 防不胜防 实在是难以对付 在下奉劝诸位早点离去 我听到你们声音里 有不少还是小公子吧 话音刚落 大门外便传来了 那对纸人姐妹的 哥哥音笑声 这一次 笑声前所未有的尖锐